今天我们看到有关于预防接种受害救济审议小组委员的部分 VICP 然后说你怎么这么会请假 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气氛 就是说早就已经被锁定了 那你怎么样来看 从开始传出我可能参加补选的时候 有这一些比较不是很友善的言论或者是风向 那其实像今天讲到那个会议 我就觉得拜托你要处理 你不要找人家来找麻烦 而且之前国民党说会是去护航高端 那我们就想说那好吧 那我们后面的会就不要去好了 省得造成人家困扰 你现在又说为什么我不去开会 那我也再补充一下 第一个这个会议是有出席咨询才有出席费 那没有出席我们不会领人家甘心 而且这个会议它在敲定行程的话 大概都是在开会的前两个礼拜左右 那我也必须说 有的时候我已经有既定行程了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不要在你要政治上 我们就来辩论政治上应该有的政策 尤其我不断的提醒 朱立伦主席你现在说 你的公投四个案子你都要同意 那我不知道台中第二选区 接下来的候选人 他要不要同意这四个案子 因为其中有一个 所谓的三接迁移的这个案子 会导致我们可能要多烧500万吨的煤 那中二选区的候选人 你总要回应一下吧 我觉得这才是该谈的事情 那政治上面的事情 我们政治上要去找这种专家委员会的麻烦 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其他专家委员会 我觉得也很不好意思 你有感觉吗 国民党来啊 而且就是如法炮制 陈伯伟那时候 他都是上政论节目 都不在选区 去上政论节目 不开会等等的 构俗为这个编剧好像没有换人 所以剧本差不多 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国民党这次是实谁之位 就是说他觉得上次去抹黑 这个陈伯伟感觉有用 你看当时这个朱立伦讲说 他是三菱立伟 三独立伟 后来证实完全都是一派胡言 而且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他感觉至少在某一些群众部分 他达到这样的效果 而且到最后他觉得罢免案成功 所以他认为这样有效 所以他现在针对这个 我们林静怡医师 他现在也要针对他的部分 进行人格的这个抹杀 人格的这个谋杀 然后进行污蔑 但是我认为 上一次或许稍稍稍的让他得逞 但是我觉得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 因为选民的眼睛又更加血亮 我反而在看这一次的这个补选 坦白讲不管任何选举都一样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 候选人本身的特质 候选人本身的特质如果好的话 坦白讲对整个选战就会很有帮助 这一次包括这个 你看林静怡医师跟这个 这个对手可能是颜宽恒 虽然现在在拿巧 现在可能还在这个看能不能多 多谈判多一点东西 但是其实两个人的条件高下立派 我从我试着从黑派在地方上 维持他的影响力的角度来看 颜佳如果这次不参选 好 红派在二选区大概有两万多票的实力 黑派大概比较多 黑派大概有四五万票的实力 所以今天假设我是红派 那我好啊 你颜佳你这次主动缺席没关系 我红派我就派一个人去选 我这次输没关系 我这次输没关系 我当队联兵啊 2024就换我再选一次嘛 那你黑派就永远不用回来了嘛 所以我觉得 颜佳跟党中央朱立伦 各有算计啦 朱立伦是看准了颜佳非选不可啦 就如同我刚刚讲 他怕这条网叫我红派选去嘛 颜佳是看准了朱立伦说 你想赢你就一定要靠我颜佳嘛 所以两边互相各自有把柄 握在自己手上 然后现在在等看谁先出牌啦 那现在朱立伦他也不出牌 照理说朱立伦不是政治新人 你今天这么期待颜佳选 其实很简单 我如果是朱立伦 我就约颜佳清彪 我们来大家妈 我们来拜拜 对啊 拔杯啊 不用拔杯 用拔杯 我们两个人就会来拜拜嘛 交心啦 交出的机会啦 在神明面前拜拜嘛 对不对 拜拜完之后 后面有办公室嘛 对不对 就是谈一下事情就谈妥了 为什么 朱立伦跟颜佳选不是不认识 他们两个很熟 而且他的岳父高于人 对这种地方派系生态了解一万倍 他为什么不做这个动作 感觉有点像是买房子双面在斡旋 但是假设一直专门 刚好那种感觉 但是我好奇啦 现在布局到说 那个 不然你先定期好 那登记完之后 中常会再追认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我觉得这有点类似 想要赶鸭子上架啦 就先半红半片这样子 你就先登记啦 到时候没来就你了啦 我觉得为了 专家像你那样痛苦要做啥 所以呢 这很委屈耶 太委屈 他委屈是因为 他可能跟国民党之间有一些误会 有一些什么过程当中 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怎么这只严家军 这国民党你要不要提人 诸如此类的 那的确国民党在 这不是说代表我如果今天党要征召一个人 像静怡的情况就是粮啊 你粮草要帮我准备啊 资源要下来啊 那既然说到要征召了 这个粮草的东西 如果是说好应该就好了吧 你讲到粮草 国民党的粮草恐怕还不如严家 国民党不要叫严家多出什么就阿弥陀佛 真的啦 我说彼此这个能够支持他 然后让他这个可以去好好的决定 然后到底怎么样 那刚刚讲那个程序是真的有点想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的重点就是一项啦 去不去啊 因为粮草的话 我严家比较大的话 我干嘛现在在那边充充兔兔 对不对 因为是一个Timothy没有瞧好 两边就需要真的很好 好好的去谈 可是严家也希望国民党出一点粮草 对严家也很伤 他两年要选三次 晃哥国民党真的没钱 财米油盐酱醋茶 没有多少钱能够去资助他 彪哥坑那个 延青彪他们这个地方派 也大概知道这个状况 大概也不会去 去跟国民党拿这个来什么讨价还价 没有必要了 国民党今天金石金地什么地步 不用打通脸通蚌子 彪哥要的是你们的真心 你讲到重点了 那个Timothy 那种感觉 你是不是真的挺我 还是什么 到后面没人了 非我严家 他用真心坏了你们的绝情 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 大家不妨冷静思考 我会建议国民党中央 也会建议 严青彪家族严家 大家都各退一步 就 那干脆这样 严青彪家族 包括严青彪 严寬恒 都休息一下 不要去掺和这一局 2024年你们要干嘛 你们要选都OK 要参政要选 敬平真的是始终如一 你从一开始开始讲到说 应该要休息一下 不过他现在烦恼是 我休息一下 你会去把人跑去 你真的有实力 就像刚刚你讲了 他不是现在在跑行程跑塌 然后拜托什么 你真的有实力连续两年 你不一定要有那个身份跟头衔 或者是在那个位置上 正常的这个政治人物 不可能会讲 以他家在地方的规模跟服务 和他们的这个 这个人际网络 和他的势力 我相信这一两年 很快时间就到了 这没什么 这个不需要去赶着 在1月9号 所以我还是那个 一样的主张 会建议希望国民党 不要这样子 这个半推半就的 去好像是去跟严家这样 与其这样的一个不开心 大家不如好好的思考 国民党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不管这一战 1月9号是赢还是输 当然能够拿回这一席 是最好的 能够这个变成国民党 再来迎这个立法院多一席 没有拿回来 一切都回到了这个原点 没有关系 就是把这个事情准备好 明年年底 以及2024年再战 选举就是两年地方选举 四年地方选举 四年中央总统跟国会选举 没有关系 不用一定为了说什么 这个时候 然后就派盐清标提早 这个盐宽很提早上阵 我觉得有时候 吃金会弄破碗 有时候再来 吃金会弄破碗